欢迎回来 那么上场比赛之中呢 M3是输给了皇族 但是这场比赛 两边都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对 两边的选手都表现非常舒适 这一盘玉米跟Inside的表现都是很好 对 但是Inside可能他对于打野人马的理解 第一 他是第一次出现的打野位 第二的话就是整场比赛的节奏 确实就由他来主导的 对 我觉得他战一位是加传送的这个人马 每次的开场或者说他的利用都是非常的漂亮 理解非常到位 对 虽然这盘玉米表现也是很好 他前期的游走确实是很好的带动了节奏 而且最后的胜负手是玉米来完成的 这个确实是 最后的胜负手就是玉米在草头里面 蹲了一分钟直接秒杀掉的打底 哎呀 这个打底真的是气啊 这一盘M3说真的 如果他们能翻盘的话 那LUHO其实应该是MVP 这一盘LUHO表现应该是很好 但最后一波的话 确实他们有点太心急了 对 明显前后排被带得太远 是的 但是这种时候也没有办法 因为在这种非常高度紧张的比赛当中 这场比赛真的是高度紧张 因为两边的前排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打RUNK会说什么的 就是我来保护后排 我来保护前排 我来拖后排 但其实这场比赛两边的前排啊 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他们要随时转换这个角色 对 因为两边的 就是AD和AP啊都是那种 要么我秒你 要么你秒我 两边的后排都死得太快了 对 就是两边的后排 后排对后排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发现你秒我 我秒你的情况之下 那么如果对方的前排突然过来 那你这里是100%输的 所以你必须马上转换自己的位置 去做一个保护 其实这一盘的两边的前排 都没有怎么管自己的AD 所以这一盘AD死的次数 比两个前排加起来还要多 对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整个团家的一个牺牲品 主要是阵容拿就是这样 而且我们 这个黄猪跟M3两个队伍 都不是以AD为核心的 那倒是 那你要说这个 如果说U在纳美在场上 那就不一样了 对 那肯定是AD死最少 只能他现在这样 这两支队伍你这么一说的话 其实好像中上野了 中上野 中上野 然后辅助在两支队伍里面 的作用都是作为一个开团 那我说实话 上一场比赛里面 LoveCD的表现很亮眼 还不错 很亮眼 但是下路那一波 垂时那一勾 就是防守二塔的时候 也是很妙的 对 直接勾到了Kendy 对 那所以说两边的辅助 就各个位置 让我们的感觉就是 今天两支队伍的实名选手 他们的这个状态 都非常的好 所以说要更加让我们期待 接下来这场的较量 是的 看下这一盘两边 会不会还拿出 这样比较暴躁的这种 就要拿暴躁 这种这种真的是 从头干到尾 而且在半pick上面的 这一手啊 说实话 Chris老奸巨滑 这个让我想到了 黄套在那场比赛里面 先抢了瑞兹 然后瑞兹去打中单 后手拿了个大叔打上单 你还记得那场比赛吗 对的 所以说真的是老奸巨滑 这种比赛 其实从BP 已经可以看出 两边的一个策略 对 好 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较量 蓝色方的换成了黄族 M3这边是红色方 红换班匹克 黄族这里是直接扳掉的疯女 一个非常强烈的反手保护性英雄 疯女这个英雄 好像黄族现在也不喜欢选 对 以前Zero其实还蛮喜欢用的 因为什么保护UZA 现在的话 他现在要带团 小微你就在后面 小微闻一点 没关系 我跟着队友先上了 你自己保重 也是同样是扳了上一场一样的两个英雄 最后一般是扳了一赛的人马 这个是给了足够的尊重 对那这个话是放出卡塔丁 卡丁的话可乐也是可以用一下 对 这个英雄是很有先抢的一个价值的 但是如果你这里先抢掉卡塔丁的话 其实对方 利桑卓也翻脚了 那M3这里 我觉得Luper还可以拿拿 对 不管是对线还是打团 都是非常不错的手 其实你要是不拿拿的话 对方把拿拿抢了 卡塔丁去打中单 对 这个让你更难受 是的 所以现在卡塔丁确定了 看一下M3这里 先帮下路拿一个锤石 锤石这一手抢的就是 我这里用的很好 你上一把用的也不错 那所以说不让你用 嗯 锤石这个选择让 Zero可能是有点不舒服 对 Zero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用锤石 而且他用锤石他的感觉很好 嗯 不管是勾啊 登楼啊都非常及时 人家抢匣子还是有一点点意外啊 因为现在像卫啊 这样的大野还在场上 你建议一赛可以过卫吗 但一赛肯定会 一赛只要用这种开团的其实都差不利 嗯 他用奥拉夫潘森 依然是最上到位 就是他对于开团的理解 要高于他这些英雄的理解 对 可能我这个英雄 我自己没用过几次 但是他是一个开团英雄 我就不用 我只知道 我只要知道这个英雄怎么开团 就可以了 正说潘森呢 这边雷克萨也在啊 其实选择的 他还换了一个他换了一个点人 好多打野还蛮多的 你真的他换了一个点人 什么意思 因为英赛克在职业人才里面是用过无数把小丑 哎你说他还要抢一个小丑 小丑可以放在后面 对放在后面 我现在已经一一手 但这个阵容真的要拿小丑 看下对对方的后两选 如果对方后两选拿是这种团战这种的话 倒感觉可以拿一下小丑 哎对的哎 果然上路的话 还是不出意外的拿到了一个 嗯 这个纳尔 那 ADC再拿一个辅助之毛 哎呀 辅助之毛这英雄 我觉得小丑可少 哎可以 哎辅助之毛这英雄确实有点克制女坦 对 女坦跟男枪那种高爆发的控制链 很害怕辅助之毛的大招 对 如果说你是开辅助的话 那么辅助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嗯 而且你一般团战啊 你就只能看到辅助了 对 我看这个英赛这个点燃 怎么换了 嗯 那应该还是比较正 这个阵容其实拿潘森非常 因为卡扎丁女坦都是属于那种能跟得上的人 对 嗯 潘森零赛 现在都在场上 因为英赛这个选择很多 嗯 二阶级 二阶级的话相比潘森他在开团 偏转 但是他在一个中后期的作用还是比较大 是的 现在还差一个 草人就有点意外了 哇 玉米中单卡扎上路是刀妹草人的选择 哦 确定了 到了草人打野 因赛克 之前的比赛里面用过 我印象当中他用过两次 有一次很关键的比赛胜利 对 就那次应该是打完毕还是谁吧 嗯 不过这一场草人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你看对方没有说 有卡扎丁 就有什么狐狸这样的英雄 或有杰 他硬是选了一个草人 但其实草人还是强 就我草人不管是什么阵容 他肯定是克制刺客为主 但是只要有闪现的话 那他还是可以 恐惧到任何人的 我觉得他这个打法有点像什么 就是 盗草人和南枪打双爆发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打一个收割 你看到这边可伦拿到的 刀妹和卡扎丁 都是属于收割型的英雄 如果说打野这里能补足 一个比较强的AOE伤害的话 那么这两个英雄的发挥啊 就 不可估量 这个真的是有点没想到 嗯 在这个阵容说实话 还不太怕草人 你看这几个人 你很难够到他 那沙皇啊 孙之毛 孙之毛他还算比较怕 但是只要有 水银或者说干锅的话 还可惜 这一盘这个草人 拿的真的是有点意外 嗯 因为草人这种英雄 一般是用来针对对方的刺客 对 我们狐狸啊 杰啊 用草人都非常的好 这盘可以说 对方没有任何刺客 要看一下上路 路克尔继续拿到纳尔 最先可乐的刀妹 对 可乐的刀妹是候选的 还是觉得对 自己打纳尔比较有信心 打野这里的话 就我们看到 赛克的到草人了 对 现在林梦这里的王森 中路的话 玉米是选择了卡拉丁 大帝再次使用了 沙皇 还是一个偏团战的这种啊 M3这里 对 王森里 ADC依然是拿了男枪 对 真的是 看你依然是拿了 AD没换啊 AD没换过 那辅助是掉了个个 互换了一下 是的 那么就要看两边下路的一个现场博弈了 那这边我们看到双方前后都已经准备就去 马上就到两支队伍的第二场较量 嗯 嗯 嗯 好 这边皇族又是一个报堂入侵 这几个人想来插一下野 我觉得还是想去跟 想去换一下戏 南枪跟女塔的下路 对抗面对垂石压附属之毛 挺难受 是的 这里是 就是要插野 那这把应该会选择一个换线了 我觉得 如果对上线的话 刀妹在前几期是比较难的 但是到6之后会比较好 主要是对线以后 盲僧发挥空间比稻草人要大得多 如果不对线打一个换线的话 盗草人初心和刀妹的双打蚁 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 这里 能摸一下 刚好擦肩而过 这个眼位路阔也是插在了一个比较中央的位置 是的 这边小薇跟ZERO是很机制 直接不回家了 我直接在上路等着你 主动的一次换线 决定还是让刀妹跟草人做一个双打蚁 而堪尼这边跟纯实 就会比较尴尬了 他们并没有对上对方的南枪 还不在这边基本也懂了 虽然眼睛没有看到 但是大概猜测了对方的一个换线的情况 是的 来看一下堪尼这里 应该还会用身体去卡一下兵 他已经做好的这个被换线的准备了 是 一样 两边ADC都是利用身体卡兵 让自己的兵线往自己的塔下移动 对 两边的双打蚁 那这一把的话 初级可能会相对跳平稳一点 对 就不会像上一盘打那么激情 对 这一盘其实草人也是挺适合这样的节奏 他非常的喜欢啊 就是你初级盲僧 其实也干不了太多事情 只要往后刷 我等级起来了就好打 关键是现在野区 你要打的话 你盲僧打不过草人 嗯 这个版本盲僧在野区的遭遇战能力是非常差的 他基本上打不过这些主流的大野英雄 是的 已经不是他当年抓住谁就想打谁的那个年代了 因为现在野区不是凭你技能有多厉害 是凭你的血量如何 你野区一般遇到这个草人就没有满血 对 遇到一个盲僧基本上是残血 但是就像这样 是的 还好路过这边及时变大 帮忙王僧先要控制一下 只有那一种打法 就是比如说草人是一个蛤蟆开 王僧红开直接抓了 对吧 这种还比较有可能 草人这个英雄在野区他的血量真的是 看完美 这边输着马直接让刀了 就是让这波兵线往自己塔下推 两枚 ADC的细节处理都不错 在换线的情况下都是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这边的兵线 是的 这边帮助拿完双buff以后 刀妹想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去 插了个眼 这个眼插得也是比较早 还是挺害怕对方 盲孙跟锤石 是给大帝很大的压力 这个E技能并没有起到一个躲掉对方飞镖的效果 还不如往前翼呢 对吧 但这里有点危险 眼镜已经发现了 那这边E技能已经就到CD当中 这感觉要B技能了 老TD这里 看看他怎么选 要闪现吗 想极限距离 这一勾 这一勾 哎呦 小兵刚好感到 这边太危险了 觉得刚才这一下的话也算不错 因为没有废掉自己任何一个技能 直接是逼到了对方的一个闪现 随时是省了个闪现 是的 这里有恐惧 用虎buff黏一下 打伤害 伤害是打足了 恐惧A 然后飘 W 这边刀妹说 你喜欢金线往过走是吧 我来帮你啊 这里三级 哦漂亮 这个传送非常的nice 直接把你逼腿 那再来呀 你走了 我又来了 这你怎么办 直接因赛尔这边 看看谁扛的伤害 这边因赛尔扛 那人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这两个人在等一轮cd吗 没技能了 没技能了 而这里应该有点危险 还好这边的伤害并没有打足 不过可以吸兵 傅如之帽也挺危险 差一下 但傅如之帽这里双招已经掉掉了 现在已经不敢再吃这一波兵了 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敢吃了 刚才真的就差一下 对 其实他如果要在这里再胆大一点 演往后面有人 那现在不用演了 后面真的有人了 还好刀妹是忍住了 对 面对一个残血的傅如之帽 谁都想去做点什么 达迪这时候 将他插一个眼 过来放尸 也不过说实话 这个一开始把他的AD4的双招打掉 在这种换线的情况之下 其实日子还是蛮好过的 对 OK的 下一波怎么办 因赛尔这边也是交了一个闪现 草人还是在前期的干额 非常的依赖闪现 对 他刚才交闪现用来逃跑的 对 扛塔 对没办法 其实刚刚那个扛塔也是比较无奈 因为他毕竟是自己要发动先手的 对 不可能让刀妹去扛 其实刀妹扛的话会也可以 主要是伤害不足 这两个人伤害不足 这个时候你就想到 如果打野换成一个伤害性的情况 可能早就直接秒掉了 这两盘大致对线都挺被压的 是的 这一盘他的对线又是被对方的卡达丁给压了 这个被卡达丁压其实有点丢面子 对 因为卡达丁线上想压住人的话没那么容易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当然了在换现的情况之下 大帝这里要随时小心对方的双游 比如说刚才辅助的一个插眼 其实让大帝又非常的心虚 对 反正下来的草人选择是出了一个 紫色 寻灵者利器 对 反正可以换吧 对 对 也是也是 对吧 深含尘剑其实对于草人来说 还是一个不错的线上干客的力气 因为他那个减速效果可以让你多吸很多下 而且他减速效果之后 你的恐惧就能给到了 这个在先手发动干客的时候会比较有效果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手特别短 但有一个深含尘剑的话会好很多 对 你们这时候来了 已经5级了 有6级的卡达丁 你怎么打 这个基本没啥机会 但是这里如果用碎皮机 把它反推回来的话 就几率可能要大一点 但是卡达丁这里毕竟是双招都在 对 我记得很难杀 而且这时候草人在附近 在草人没有6级 所以说威胁并没有那么大 两个中单都是半血 是的 主要打击机里的血量也是被消耗了比较多 对 林梦是轻了很多眼 而草人那一波的干客其实影响了自己的一些发育 是的 他现在想的是 对 快到6 然后这边两个人在这里站岗 他可能是认为有人要上来 站了许久 并没有人 他们突然想到上一把比赛就是靠站岗赢的 你懂的 上一把 这里直接选择了一个七分钟脱龙 但是这一次的话自己会打得比较伤 毕竟是一个solo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确定对方打也不在就行 自己加的一个 还是往处拉一点 那这个龙应该是没有了 这波实际选择非常漂亮 盗草人还在去拿篮的路上 黄多之兽已经在聘了 大概知道已经在打 但是来不及了 这边是要做能记录对方龙血出现的时间 来算一下小龙的时间 现在这个小龙还是比较好发现的 毕竟这个线上就突然闪光了 这边一个小幽灵也是一直在侦查 服务之王这个英雄真的线上啥技能都不用 这个小小幽灵一定不能断 对 各种军事 可以省很多眼 大姐这边应该要回家了 卡塔丁是先中了860 然后出了两个水晶 嗯 他二波回家可能是刚够一个860 或者900多块钱吧 对 如果出饭盒的话 会有四五百块钱花不出去 出个860比较的安心一些 卡塔丁英雄前期出一个饭盒 真的没啥伤害 如果配个打野的话 只能混线 那就可能就差那么一点 我以为盗草人直接是裸了五速鞋 对 而且他这个四百次的移速 肯定是带了那个移速服务 对带了移速服务 没有 天赋里说不定点出来了 对 就盗草人是一个非常依赖 移速的打野英雄 这个倒是实话 因为他在线上干口就非常 这边下路有点危险 可能这里你们交出了 但是有六级看能不能藏下来 看见这边一技能定住了 漂亮 看见应该是A不出最后的两下 哎呦 这个有点痛 不过我们看到中路已经过来支援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招式技能 ADC是没有闪现的 不过女坛这个大招有没有 没有大招 这波很危险 哎呦 这个只是极限距离 直接指到 那么拿到了一血 合到这边跟上来一个QE 直接A死了 肯定之猫打的 他有个治疗啊 太拼了我觉得刚刚 哎呦 这里直接是一个空大 路分这里被我们镜头所捕捉到了 这波肯定之猫跟锤石 有点太拼了 因为肯定之猫技能全用光了 他靠補A 还得A两三下 这边又是被指导定住之后 配合点燃 但是有W W加效 哎呀 这个真的是各种护盾都没有办法 垂直的灯笼 自己的护盾 二塔给的盾都没有办法 不过好像给了点燃以后 二塔不给护盾 这个真的是各种护盾没有救下来 这样的话 黄卓在下路取得一个2比0的领先 还把这个蓝Muff给省见到 而且Incic现在到6级现在这1一下 这个时候 如果再来套餐一波的话 这个福祉之猫的节奏会立马爆炸 感觉要崩盘 因为这里直接过去控制住之后 Zero这里还能补足接下来的 说实话这波福祉之猫很难跑 对 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 而且这个世界刚好看到 直接可以跳了 直接跳 不用管 不用管任何的东西 因为这三个人随便杀 哇 这波福祉之猫节奏立马爆炸 是的 这一波下路是没办法了 刚被击杀 又被击杀 那这一大波兵线 是使得塔格南枪的发育会越差越远 这个玩边路solo英雄的时候 最怕就是套餐 杀你一波 在这阴上 你复活再来一波 对 这个时候编路solo英雄 立马就节奏崩盘 是的 就很烦躁 关键是接下来 你需要大量的这个时间来补发育 接下来一段时间之内 你可能你这个点都没有作战能力 包括我们看现在复仇之猫的出装 攻速斜加反取之功 这个打团你都可以不用管他的 他本来是想出攻速斜来 线上钢一下子 结果又被套餐了一下 这个真的是雪上加霜 就现在这个ADC 如果真的打起团就可以 不过这里 我们看到Dreams直接绕到后面 南枪是被逼交出了闪现 这波女坦及时救驾 漂亮 让南枪是逃了下来 是的 女坦这里没有六级 如果有六级 刚才这波说不定就会反打 因为南枪还有一个大招 刚才这波小威的技能 确实比较果断 一加闪现赶紧跑 不要给林梦踹回去的机会 是的 这里林梦自己也是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 有闪现的话 这个南枪应该是死了 对 这里又是勾到一个可乐 但是可乐这里 发现一个复仇之猫打他 真的不痛啊 对 而且垂直这里大招也是空了 这边晕在塔下 可乐这个戏也很漂亮 但是还是被暴死了 如果没有晕在塔下的话 这波说不定不用死 他觉得自己有机会 对 出现了一个错觉 我能反杀 但是身上的毛实在差的太多了 乱毛插死了 这样的话 M3拿到整场比赛第一个人 这个指的真的是准啊 如果路火这时候能变大吗 反身跳一下 要变大 哎呦没有变大 差一点点 哇ZERO这个准 这个太准了 他已经连续两次让我们看到在最极限的距离 嗯 哎 勾到稻草人 这边塔下想强杀 稻草人反身给一个恐惧 并且闪现逃脱 这里上单的刀妹直接传送了过来 我这波是没有什么机会再继续追击了 我发现两边的下路 第二场比赛打的都很好 打都很激进 对 非常的激进 一直在寻找着球战的机会 嗯 这两番比赛确实打的是比较的激烈 对 两边一直在寻求杀人 而且一直是各种nice是层出不穷 对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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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场比赛还是相对非常的好看 这边南枪还是不打算跟复苏之谎的对线 他真的是觉得南枪跟尼坦这个对线被复苏之谋跟锤是天克 而且他们如果不打对线的话 其实刀妹在下路主要是没有什么压力啊 刀妹在这里抗压 然后补刀比对面的adc还多 对吧 对 那你告诉我 你给我个换线的理由 把线换回来的理由 可能唯一一个就是小龙换刷新了 哎呦 这个大招是被侦测到了 而且这个大招是 哦 他怎么看到的 这波 这波就是大家自己很小心 我觉得对方中单的演技有点浮夸了 是的 这边因为上面是没有视野的呀 对吧 又来了 又知道了 被指在空中 但是南下没大招啊 南下没大招伤害不够 对 哎呀 这个标没有丢到 现在路本已经很烦躁了 这个女坦对于她的照顾 已经是从一分钟开始 打到了十二分钟 这边两边打野也是 频繁的有一些动作 我已经在这两波的 应该是没什么效果 说到自己也没闪现了 那现在应该要刷一下 自己的这个打野装备 还没有附魔呢 来老师 其实伤害 他现在主要就是打控制 其实刚才几波的控制打得还不错 但这里蓝Muff又是只能让给卡萨丁 看一下这边 是对哪个路的想法呢 又是中路吗 现在最好是其实草人最好抓的还是中路 因为中路有很多角度可以给他跳出来 对 边路的话你只能从草丛里面过去 很难杀 除非你有闪现 这里又是小龙 我们看到M3这里控龙盾还是非常的不错 对 这条小龙又控下来了 好像黄素这条小龙一点想法都没有 对 他们知道这条小龙什么时候刷的 但是完全不想去 上路是想强杀了吗 这边我们看到Loofer刚刚面前 又直接直到一套连招 配合南枪的大招 感觉要瞬间秒杀了 这个没办法 南枪在这种贴身的情况 太痛了 就你拿龙 我拿人 可以的 还拿着一个塔 我觉得不可以 关键是Loofer这把的发育实在是太差 就是上单的发育一边正常 两个一边好 两个人头一边差 那么对比过来 ADC同样如此 在AD和上单这两个位置上 皇族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关键刀妹这种英雄 他如果有一些优势的话 他会把这个优势 中期就是爸爸 他在跟你那把对线的时候 那把真的很难受 那把现在已经出了一些的 专门应对刀妹的装备了 你看这一把的话 就和上一把的出装完全不同 上一把是先出两个输出装 小木锤和隐魔刀 这一把就先出肉吧 真的先出肉 ADC这个走位还真的是 还是只是拿蓝buff 我还想说 他的走位也太精髓了 太小心了 因为这个中路真的有很多角度可以跳出来 比如说给F4这个坑 现在依赛尔应该想到 哇这个ADC 这个警觉性也太强了 因为他身上是有F4的buff的 但是这一波感觉警觉性 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我们跳过来 直接有闪现了 这一个恐惧 这个新鲜的蓝buff 哎呀好气呀 卡扎丁这里是帮助自己刷新 这没办法 真的是稻草人这样的英雄 他太适合 太适合干个中路了 对 中路这些英雄 不论是你先过去打或者反手 要到访这个英雄太完美 而且稻草人在这个版本更完美 因为他惩戒F4的buff 是可以让他明确的知道 我有没有被发现 省了一个扫描 他扫描也不行啊 你扫描 省了个400 省了一个400 省了一个升级以后的扫描 这个是很夸张的 这边想阴一下 但是上面没视野 并不知道 服务之猫在这边插眼 如果知道的话 服务之猫要死了 反应比较快 直接把这个眼秒了 又插了一个 服务之猫说眼多 哎呦 现在关键还是上路 这个对线情况 现在对线的话 刀妹这个装备有点厉害 你看在对线都有优势的情况之下 黄族这边把对线换回来了 刀妹这个黄叉出的也是 有三项里面 就黄叉这一项是 一般是最后出的 对 因为单出性价比是最低的 他主要现在优势大 能W等级应该也上去 看见这边跳的飞鞋 而Gymus这边被看到了 这个眼位 这个眼位比较不错 直接看到 那下路队垂直是想勾 一勾没有勾到 这一勾要勾到的话 会大爆炸 一笑一就在旁边 来了一个大招 直接顶盲森 反身一直天呐 Gymus觉得世界充满了恶意 来南枪的大招 好像没有大字啊 这边路火很直行进场 这里反向一脚吹得不错 一勾直接勾到了 一个Q上来的刀妹 路火马上变大 这波还要打 这边是硬要打吗 这边中路是支援过来 不敢拿了 不敢拿了 但是我看卡扎丁在哪里 卡扎丁在后面 有闪现 这个时候 如果他是闪现加R1的话 这一波有可能会让对方爆炸 这一波感觉 南枪的大招是大到哪了 他应该是大招的 极限距离没有打到盲森 感觉这一波 如果说南枪能及时跟上的话 这个选择是很漂亮 这个辅助跟Essi这两个人 同 协同性做得很好 这两个人心有灵心好 但是刚才我倒觉得玉米这里 打得相对较为保守一点 如果他这里闪现跟R的话 其实刚才那个距离应该是够 这里是直接 哇 达地怎么 这个大招怎么回事 这大招想推回来 想推到塔里吗 对 这个人想多了 这波可乐直接是闪现QE 直接是秒的 是的 达地这里中路 确实在对线期 被玉米制的比较厉害 这一盘M3的中下是 对线是比较糟糕 对 然后上路的话 又是一个被针对 这个领先不知不觉很大了 很大 这个真的领先很大 虽然说两条小龙 但是两条小龙 在5000经济面前 什么都不是 现在两条小龙 大概值个1000吧 我是觉得 初期值200 他是增加 他是到最后面 可能那个东西 不值2000了 对吧 这个时候 对 有 路牌现在身上有一个大招 直接一个大招拍晕两个人 但是自己没有闪现 好 有点难跑 这两个人追杀才能有点小 太灵活了 他确实的灯笼 有没有机会 有 漂亮 这个灯笼太漂亮了 这个灯笼非常极限的血量 是成功挽救了路牌的生命 晚0.1秒就死了 对 玉米已经是 踩起了自己的手上的斧头 刀 斧头 光剑 你就是最近RPG打多了 我跟你说 光剑 光剑 斧头兵 其实现在皇族的话 优势还是很大 虽然没有杀到这个娜 但是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 可以说是无限大了 对 而且这个阵容说实话 打团又厉害 追击又厉害 凌风的话 扣龙倒是扣的可以 但是在人头上面没有斩获 这就很惨 那倒是 这边干客上面是 无意收获 颗粒无收 这般确实人赛了 其实都带得好 而且你看一下 中路卡特丁这里的补兵 170个兵 领先杀皇 这么多 今天这个 玉米这个状态 我真的是 状态 状态有点 回忧 过年真的是把人都过得 乱七八糟 都不认识了 上路到妹也出三项了 另外一边 纳尔出了个蓝盾 还不错 至少大件上跟上了 其实这个招妹 还是挺克刀妹 刀妹是最怕这种招妹 又有血量 又有一个减攻速 对 然后又有护甲 就刀妹怎么打的 都觉得不通 把这个飞机拍落 刀妹回到上路 现在等一下传送 这些等一下传送的话 看看第二条 第三条小龙 能不能来得及 打地在中路的发育 确实比较差 补刀的话 也是被对方卡特丁 领先三似的 是的 黄森这个摸眼 这个眼睛是 哦 Bug 扫了一下 这个是Bug 这是Bug 我就说怎么 不是Bug 是Bug 那里放了个真眼 啊 你什么Bug 告诉我能治愈这么长时间 啊 我就说他这扫了半天 哎 这个小龙 第三条 但是刀妹已经包过来了 这波是想打的 ADC一个蓝色质品 直接叫做一方夫人 要出事啊 ADC 原来这些恐惧到 林梦 林梦应该是要被秒了 直接卖自己 救队友 但是ZERO这里已经没有了大 已经没有了大招 其实这一波我倒觉得ZERO的大招 放的稍微有一点选择性的失误吧 他是想打这个盲森 但其实盲森那个时候已经跑不掉了 他如果这时候把大招放在 蓝Bug下路的路口的话 可能这波会拿到更多的价值 这样的话 M3是用一个人换了一条小楼 对 其实对M3来说 我倒觉得还是赚的 哎 可以接受了 第三条小楼慢慢的会有价值 对 现在下路应该是可以放一下 因为对方卡拉丁支援过来这三个人抢手的话 可能会出事 是的 这一路的一卡是没必要守护 不过就是欺负你点塔不厉害 但是如果你还不走的话 闪现一只 只到了这边的大地 但大地还是被恐惧到了 哦 又是灯笼 超越距离都能成功是 没表到 这边大地是死里逃生啊 大地这波真的是吓得闪现治疗 而全摁出来 还是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这一波 我就觉得ZERO 其实这把女坛打得是非常的漂亮 全到位了 对 哎 这里可乐被发现了 垂师一勾 这个时候回城的位置选择失误啊 可乐一脚踹走 成功被WCD收获一个人走 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对于黄族来说 可乐这个位置真的是被发现了 刚才被探了一下 被探了一下 这个时候他也没办法了 这个被探了 你只能指望对方看的时候离得比较远 对 因为自己这边也是没视野 并不知道对方的AG在哪 是的 这一下太干燥了 现在M3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翻盘点 真的是只剩小龙了 哎 等下看一下 看一看能不能阴一下 阴阴波 这波锤石还在附近 哎呀 这一盘老子一个锤石 真的是时时刻刻在 哎哎哎哎哎 你要来 这一波要出事了 看这边时间 一个打招没有晕到 但是这里一个灯笼 成功点走又是灯笼 但是我卡卡丽并不想放弃追击 哎还好 老子这一把真的是表现非常的好 真的感人 我觉得感人 表现只能用感人来形容 是的 各种队友无一没受过他的恩惠 而且刚才这可是CD阵亡的第一次 对 这个还是为了救队友 还是为了救队友 所以说这个他是先抢锤石 价值完全得到了体现 灯笼EQ全中 然后把卡卡丽并留在原地 卖了自己 是的 还换掉了卡卡丽并的闪现和点燃 你还想怎么样 哥闪现还在呢 可以请一波夜宵了 对 这波夜宵是没有闪现 但中路这里的话 直接是传送 矛塔这里又是来了 大地 任何技能没有招出来 直接被秒 如果大招放得还不错 这边提回来一个0 强行秀里面会先提 但是其实是在帮助Zero 死里逃生啊 这一波不踢的话 女才怎么跑 你告诉我 这样的话 黄族是毫无损伤 直接是打掉了对方的AP 对的 其实刚才这一波 我倒觉得没必要踢他呀 你不踢的话 真的是队友撤退 就把他卖了 Zero这里 这也是感动 老瞎子 他每一次Q 必须要接一个摸眼 摸眼 再加一个R 对 你要是不接这一套 你就不是老瞎子 主要是你不接 你肌肉不忍许 这是肌肉技艺 对 刚才这一下 真的如果不踢的话 真跑了 不是 真傻了 其有记忆都出来 其有记忆 这个确实是 有点 有点 其实他的想法是好的 就踢回塔里面杀 但是那个时候队友 其实没伤害了 这个和上一把的状况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中路的勒弗兰 换成了沙皇而已 沙皇死了 那你依靠一个复杀之盲 在这里想把伤害打足 是不太现实 感觉大地 从上一盘的 最后一次背影 到现在 这三十分钟了 没有缓过神来 是的 他气得不及 就 我阴了一辈子 最后一波 翻了船了 真的是没缓过神来 真的没缓过神来 现在的话 而且这一把 他又被各种针对 对吧 什么盗讨人 中路花式跳大 女坦花式大招 一赛了这盘 这个恐惧 我跳大 真让大地 头的 我觉得这些大地 可以再脱一层衣服 对 让自己的头脑 稍微冷静一些 是的 要时刻想清楚 他可能在哪 现在真的 他应该在哪 哇 这几个人想偷龙 结果这边还是放弃了 算了算了 没必要 这里给了一个加速 我们看一下 现在怎么选择 又是一个登陆 在这里 下一个大招 把吹石 这波是想定锤石 然后 吹石说 不好意思 我真尽力了 真的是各种登陆啊 我发现 Zero有一点很漂亮的什么 就是他的大招 是包括我们解说在内 他经常给到我们没想到的位置 而且你仔细想想 确实挺有道理 有道理 就他的大招 往往不是他可能看到那个人 哎呦 又来了 CG队里一个级层打走 开启大招 闪现过墙 闪现手 那儿 哎呀 这边有大吗 那儿有大招 不错 路波状态不错 但是没有输出啊 哦 大招大招四个人配合 那大地 这波上海打得很足 黑非常漂亮 直接秒掉刀妹 在这边也要死 大龙回生 哎 这里我们看到 7回来 很漂亮 小维这边想换到大技 但是精神秀了 哇 这波M4打出一波反过 一米跳下来 一个异技能是收掉了对方的重担 还有一个 还有盗草原 盗草原这边还有一个异技能吗 有没有 飘起来了 配合着暴走线 暴走线立功了 但是我们看到 看见这里 有没有机会 管身杀到四杀呢 哎呦 这波打了一个四换四 刚才那一波 很有意思是什么 就是垂石是一勾勾到了 正赛而上来的卡莎丁 卡莎丁在上面 然后说 哎呀 有个垂石 万一拉个人过来怎么办 结果垂石没了 卡莎丁这个时候 其实日子过得蛮舒服的 回身直接是完成了一个单杀 卡莎丁是跳上墙 对对 看看刚才一波进场门放 这一波其实M3打得很漂亮 首先是LUPCD卖自己 然后LUPER下去 这时候LUPER马上变大 然后四个人等待着他 一巴掌拍死 LUPER这个时候 大招闪现 四个 WR全中四个 对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 卡莎丁比较尴尬 开启中压之后呢 准备往上走 刚好是跳到钩子上 还是不知道 都把马锤子给拉回来 对呀 卡莎丁就很奇怪 我没死啊 下来一个E技能 成功收到大地 但这个时候自己 已经是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 收到两个人 然后一赛克过来 暴走蟹立空的时候 到了一下两下三下 LUPCD真的是 那个啥了 被怠死了 这个打得比较戏剧性 但不管怎么说 这波阿西 M3打回来一些了 是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经济上领先 并不是特别的 对呀卡莎丁 所以打得很凶 接下来打了一套 看这边勾到一个C 哎 对 诶 被勾到了 而这里的大招 拿到小龙 LUPCD的状态 马上又有大招 看一下这边怎么说 打击直接过来 特别的三个 非常漂亮 Z0是把两个人推飞 一个大队竞争 只是晕晕中投了 这波团队跳不过了 不过一赛 跳不错 伤害没有打出来 玉米状态还不错 LUPCD的话 装备也能到 这一波感觉要黑 有没有机会 LUPCD这两没状态 LUPCD状态了 而且没有C位 玉米能跳动吗 哎呦 有点跳不动了 现在摸不够 摸不够 背脚吸掉 那这波还是炸了 还是炸了 M3这波打得漂亮 CB最后被换掉了 这个没有必要 这波是打了一个三换五 这波大帝是戴罪立功 太漂亮 大帝这里直接是反身 打了三个人 直接让对方的男枪 是直接被秒了 哎呀 这两盘小贵这个男枪 也是受到了很强的一个照顾 对 这一波打完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M3的经济已经打了回来 嗯 初期啊 17分钟吧 5000经济 对 现在27分钟了 反而只有2000了 看一下刚才一波 这波玉米是以为要勾他 对 这个精神开的是 没有太大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最精彩的地方 马上就要来了 首先把锤石过去 鸡飞双C位 是锤石和服装追猫 他也和鸡飞双C位 然后大地之力 闪现过去 反身大招大到三人 男枪在这种情况很尴尬 哎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可乐 没有办法 营赛个大招是没大到人啊 营赛个大招是拼死西子 对 而且营赛个这里 没有中量 没有办法 嗯 营米这里应该还是跳不动 跳不动 最后又被一个Q 收掉 其实唯一的白帝 可能有CG这里 应该快点走 可以追一下 是的 然后这波打完以后 我们看到虽然说 黄族拿到了第四条小龙 也是他们的第一条小龙 但经济上持平了 这两支队伍打起来 这个比赛还是比较激情的 而且M3这边可是一个沙皇啊 对 在打着打着 说不定沙皇又比你有用了 不过装备确实差很多啊 这里是三件套 这里是两件套 其实刚刚那波玉米 是没有打出太好的一个上 还是金身 主要是一上来就把金身用了 金身用了 比较尴尬 他以为随需要勾他 嗯 但是这一把比赛 我觉得如果不管哪边赢 都给都给那边的辅助 哎 这个真的是啊 两边的辅助打得太精彩了 这一把 嗯 你想这边女妖是到做的比较早 金身的话选择第二件再做 是的 现在黄族优势已经全部没有了 没有没有优势 对没有优势 我们现在应该要想一下怎么打了 现在可乐的装备 你看可乐装备停滚很久了 对 很早就三项了 结果现在只补了一个大腰带 和一个这个小冰川护甲 这个装备怎么拿得出手呢 其实可乐这几波还算是活得比较久的人 对 黄族应该要考虑一下 怎样去打这个大帝了 我发现现在大帝权是 其实是主力输出 哎 但是黄族其实一直没有考虑怎么打大帝 嗯 他们一直在考虑怎么打大龙 他们在前期对线的时候 倒是把大帝打得够惨 只能觉得中期团战大帝没用 但是你太小瞧这种一流的中单选手了呀 大帝这一盘前期有点懵 但是中期打团确实把大黄族英雄打得很好 是的 可以看一下这一波打完以后双方的装备 你看 复装中央的装备又追上来了 复装的装备还 又追上来了 有点好 还比南枪还好一些 有点意思 现在M3是找回了一个胜利的希望 对 而且现在路破也有传送 这下路再带一下 路破在第二时间是 真心了一个小木锤 觉得我现在可以打到一个残局了 真心一个小木锤的话 增加一下自己的追人能力 是的 也稍微的补足了一下自己的伤害 这种美食的话 还有一点肉的作用 性价比不错 对 这里继续 你看 我不是说了吗 他们一直没有考虑怎么打大帝 他们一直在考虑怎么打大龙 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个大龙现在有点考虑不了 在军事的时候 打大龙真的是找死 像刚才那样 其实他们刚才还有优势呢 大龙就大优势打 大猎势偷 对 军事根本不要想 军事大龙这里要么就阴一波 对吧 你如果直接开打的话 那真的是花样做死了 现在看一下装备 因为赛克其实这里没有中亚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性 稻草人还是蛮依赖中亚 我辅助跟打野的草人 确实中亚会出的比较慢 对 因为在第二件 很多人喜欢出些肉 其实我觉得出狂徒的草人 也很恶心 就是我不出中亚 我就站着跟你吸 挺恶心 多放几个恐惧 但是说实话 草人这个英雄 他有个特性 如果草人过来开了中亚 你必须从他的圈里走出去 因为他的大招伤害太高 伤害很好 对 如果他没有出中亚 你多了一个选择 就是打死他 对吧 刚才你看每一波 M3都选择了一个 选择了一个非常良好的选择 就是他好像没中亚 打死他 因为草人 底下还是一个比较脆的英雄 看他的血量不到2000 对 天生脆 黄猪对这个大龙 真的是念念不忘 他一直在大龙这边做事 现在他们确实陷入了一个停根 而且对方的几个点的女妖 都做出来以后 给草人的威力就远没有那么大 对 中南有水银 下路有水银时代 道早然现在威力 其实没有出息那么大 不知道干 而且对方又没有这种 很厉害的刺客 这里TD讲 但是女坦直接指着过去 结果想开 女坦并没有舍得交大招 看当面的传统 什么时候用不用 那就是不打 不打 这一波的话还是比较求稳 但其实如果这波打的话 说不定能收到收益 主要这个位置很害怕沙皇 对 这个位置沙皇推回来 你是跑不回 而且这个时候 他们如果用了技能 杀掉到还好 如果对方残血了 你追还是不追呢 如果你追的话 说不定沙皇 随便搞你一下 就把你搞死了 沙皇在这种地点太厉害 对 而且沙皇现在装备 已经慢慢的刷起来了 已经做出了封刺 团战里面的持续伤害 有着一定的加持又来 我们看一下 团星这里 感觉有点危险 一直没有指到 这边玉米是忍不住 要打这个贪路的小兵了 这十块钱是我的 这番路火也是到位啊 慢慢的把装备更新出来了 其实前期队蛮烈的 刚才我们还说 他的装备 他的资源都很差 跟刀妹是形成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 但他现在230个刀 也让我们看到这些 发运能力 这里是你拿小龙 我拿大龙 这个大龙应该是有了 有了有了 这几个人打得还挺快的 在这里 锤前大龙已经是有将近 这个十几分钟了 现在终于是有机会 走的话就得逞了 而且可以顺势推上路 上路比较很不错 对面好像完全没有发现那一点 但是M3用第四条小龙 交换掉一条大龙 其实 他们认为可能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条大龙 跟小龙的价值 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这条大龙 也很难上高地 但是这条大龙 其实你看一下 对面只能靠四皮机来防守 就这条大龙 如果能拿到高地的话 那就是转飞了 如果拿不到的话 那边非常的小心 银赛克这里 在排演的空当中 是走走停停 是的 上路这里 五人抱团的情况之下 其实还挺难拿这个高地 挺难拿高地 上不去啊 现在这个大地 如果你能低时 也把它秒掉还好 秒掉的话 这个英雄守高地能力太强了 但是皇族这里的选择 可能更加的有趣一点 他们是选择了 继续拔二塔 因为你高地纵然好手 但是你的二塔不一定 又赢一波 男枪在这里 女坦中路垂石 垂石跟大地 大地这里被逼 叫出了金身 看看还有闪现 推过来一个人 再又是叫出闪现 往后撤一下 大地应该是要被秒了 给女坦的一个互换 这个时候 凯下C位的存活情况 这里堪地的输出位置还不错 还不错 但那边撸破的话 已经是逼退了 一环二 一环二 这波一环二的话 还可以继续的追击 盲藤摸眼上来 男枪非常危险 还有一个治疗 卡特丁的进场 再而过去 看这个走位 应该是有中亚的 看见这边走位很漂亮 还是没有死 但是中亚这边 还有一个R码 还有没有 漂亮 这里直接反身杀掉了盲森 但卡特丁这里 还要继续的追击 漂亮 应该是要收割了 这里有没有机会 路火这里 其实做点能力还不错 还不错 这个路火 居然把这个卡特丁打死了 如果说收割的话 其实卡特丁这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技能了呀 跳不出去了 对 路火这个时候 利用这个红buff 跟这个小木锤 你还跑不掉 对 就真的是 如果你路火这里 比如说是一个AP 伤害的英雄 说不定卡特丁真收割了 但路火不好意思 割是靠普攻来打伤害的 这波路火太坚挺了 是的 非常的坚挺 这就是为什么 他能够在第三件装备 直接选择一个小木锤的原因 他很确信 自己打得到三局 我 没人理他 对 我相信我能活下来 这盘他的待遇 跟上盘一赛了的人马是一样的 团战没人理 听想到应该要中亚了 这波回家肯定有中亚了 有中亚就好打很多了 但刚才其实玉米 已经把这波自己的伤害打足了 玉米这边 这波确实很强 他是走过来的 你发现没有 是的 他没有第一时间用R 他一定要把R留住 这个时候 首先是大帝 用金身躲掉了女产的大招 然后玉米你看 一直在寻找机会 盲村一脚 这一脚是踢到了 是卡特丁直接用R回来 对 但这个时候 应该是比较尴尬的 这边都会贴死的 这里浪费一个大招 大招也不省 你被对方逃掉的话 这个变大的那是很难追人的 Candy过来想做互换 但其实南枪这里的伤害爆发很高 我们最高是这时候玉米 玉米是慢慢的 走上来慢慢悠悠 给个E技能 给一个Q加R 是想收这边的Candy 但是确实比较灵活 对 卡特丁这波是躲了 对方的R的一个伤害 而且Loofer这一波 打的确实很漂亮 这里上去一个Q收掉 这个时候玉米也确实是 跳不动 但其实我觉得 他可以稍微拉开一点距离 他只要躲掉一发Q 等自己进行的CD就有机会 有的时候打那儿 真的是你想过去跟他打 你可能喷不到他 对 他这个红buff 加一个小木锤 因为那儿本身 他有一个技能的被动 就加异速 对 W 他现在三项在手了 伤害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面对这个娜 因为这种娜是最恶心的 就是他可能团战的时候 变小以后更厉害 对 他大招放一套控制 但是变小以后 他瞬间化身一个维 对 而且你看他的装备 这个珠装是要走日盐的路线吗 他珠装还不好受 说实话 日盐现在太少见了 他这两人认为有可能一剑 比如说一剑黄图 黄图反伤 黄图反伤 但是黄图反伤 你自己看一下 在这个阵容里好像不是 特别有效 个人理解 后期这个时候出日盐 其实我现在感觉 纳尔这个英雄出日盐 不是特别好 就其实出日盐 对纳尔最大提升 就是他在远程的时候 一个倾限能力 因为远程的时候 倾限能力非常差 只能靠近战性 看一下他怎么样去选 他如果现在出日盐的话 他可能后面会打得比较自私一些 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代线上 是的 你在这边 中亚虽然出处来 但是现在也没有给他打团的机会 要等一下自己的闪现 他这个时候 其实恐惧谁 效果都没有那么大 而且对方呢 大部分人都已经有了水银 或者女妖 包括上ADC这里 水银加女妖 那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两盘 看你对于这个英雄的理解 真的就是我能活下来 活着才有输出 但这个时候 关键辅助的垂直 马上也要做出干锅了 但是面对对方的卡萨 刀妹加草人 活下来真的是太难了 现在刀妹的装备还不错 卡塔丁的装备已经是爆表了 再堆一下减CD 最后一边把刀妹棒再出来的话 这个卡塔丁真的是后排的噩梦 是的 卡塔丁现在 他是在第四线补入本鬼术 他突然觉得刚才这种残局 如果有减CD 有CD的话 但其实也很难跳出去了 因为你看他最后一次的蓝 真的是不够了 他蓝量不足 这是为什么卡塔丁现在 你就不管怎么样 你哪怕是有七掉治天使 你也一定要做时光 第五条小龙来了 M3的第五条小龙 决胜时刻 两边双弹都是有传送 大的话是变小了 但是Insec这里我们看一下 他的15级没有三级的大招 没有三级的大招 说不定会成为一个隐患 而且小龙这里的话 其实如果M3直接打 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直接打的话 盗草人在这里的发挥 有可能会被挑大 盗草人的闪现马上就要好了 上单的刀妹这里有兵器加蓝盾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魔抗装 那很有可能面临对方一个 沙皇的攻击 直接残血 要来了 这边直接要秒这个龙 是有机会的 但是龙这里就活 看一下Zero这里是打算 怎么样去选 Zero这里被对方说 这毛Q一下 伤害也好高 对 还是挺痛的 对 现在两边上单也是就绪了 路破需要攒一下怒气 路破这里选择了回家 路破回家了 路破回家了 这一波是要更新装备 对 他要把自己的装备 调整到最佳 这一波有点悬 有点悬 好 直接出了一个反上甲 看看这里 林梦也不敢开 他深知到这一条小龙 很有可能也成为自 价值千金 对 而且他现在必须等纳尔在中路吸了怒气以后 才可能和对方来做一波输赢 对 最好再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视野给他传送 是的 这边我们看到路破在中路已经开始散怒气了 杀兵先步起来 杀兵先步起来 黄族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 但是Zero的血量已经被消耗掉了500 路破等不及了 现在要来到正面战场 这边很惧怕对方的直接开团 因为女坦的肯定很漂亮 可以开了 这边要直接开楼 已经就绪了 怒气很完美 在这个角度 路破这个位置非常的完美 看下卡拉丁这里是用R赶路 是想绕后去打 这边想打一个包夹 两段的R赶路 直接一个大招 感觉 ADC的危险 不过这里 能杀掉吗 杀不掉 大帝应该是残了 草人跟女坦相机被秒 这个时候黄族的检员非常的严重 但这边小V的话 也是扛不住对方的纳尔的输送 而且这边的两人 想切对方的ADC ADC就切死了 但是敌曼依然跑不掉 这五条的小龙 可能和成为正常 比他低个发满年 我要打地也是死不了 还有一个治疗 这一波我觉得黄族 打的是很有想法的 他是想让卡萨丁和 稻草人双人绕后 直倒后排 但是 赏海没有打到 真的没有打到 其实这一波黄族的这个行为 可能是被动的 因为路破那个位置太要命了 是的 他从那个角度 那个草丛过来以后 直接面对的是 对方四个人大部队 完全体现出了复仇之毛身上 水银加女妖的作用 面对对方 稻草人和卡萨丁的头脸 他居然坚持了十秒 你敢信吗 哎呀 这一波真的是要记忌了 要记忌了 有可能要一波了 对 看一下这边直接带着五轮的buff 推塔的速度非常的快 稻草人还有两秒钟复活 能挺他这一波吗 直接跑一个虚弱给大地 哎 有机会吗 这边复活了 稻草人复活没有大招 他是没有威胁力的 这边还要 4秒钟 男枪 想杀大地就想杀大地 但是这里有一个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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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人 那我们就恭喜他们的搬回一局 两边战成1比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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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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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